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把小妾送到新幼卫门这里 表面上伊藤将小妾赐给了新幼卫门 实则是伊藤为了保护小妾不被大老婆欺负 当天晚上伊藤的手下大光头就开始对阿妍动手动脚了 阿妍非常气愤并警告大光头 你再靠近我我就告诉我丈夫 结果大光头却说 你丈夫早就把你卖了 阿妍当然不信 用枕头狠狠敲了大光头一下 然后逃回了家 刚进家门 阿妍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新幼卫门居然和一位年轻女子坐在一起 把酒言欢 反正被撞见了 也不用再隐瞒了 新幼卫门借着酒劲说 当初我入对你们家 以为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 没想到你们家也这么穷 现在岳父死了 我也不用顾及什么了 我的确把你卖了 你以后跟着大光头吧 别来烦我 新幼卫门的这一番话 犹如晴天披霓 伤心欲绝的阿妍打算投河自尽 结果又没有这个勇气 思来想去 阿妍又跑回来求情 希望新幼卫门不要抛弃自己 新幼卫门本来要赶走阿妍的 但看到阿妍的表情十分恐怖 于是就让阿妍留了下来 几天后 新幼卫门求助伊藤大人 说阿妍一直纠缠自己 不知如何是好 伊藤说 对付这种女人 直接让她死就好了 说完 伊藤递给新幼卫门一包毒药 随后新幼卫门就把毒药 拿给了阿妍 并谎称这是自己抓的感冒药 阿妍心中无比感动 丈夫还是关心自己的 到了晚上 大光头过来看望阿妍 结果看见阿妍正在服药 大光头说 这药是不是新幼卫门给你的 他这个畜生 这药肯定有毒 阿妍表示不信 大光头继续说 你别傻了 你的父亲就是被他杀的 话没说完 药效发作 阿妍倒在地上痛苦地挣扎着 大光头尖撞 急忙往外跑 恰好撞见了回家的新幼卫门 新幼卫门一脸蒙圈 见鬼了吗 跑这么快 新幼卫门进屋后 发现阿妍正在抓着自己的头发 紧接着 满面湿血的阿妍 转过身 死死抱住新幼卫门喊着 我好恨你 你杀了我的父亲 我却还是无法斩断对你的情 新幼卫门被吓到了 灰刀朝阿妍砍了过去 结果阿妍消失了 地上只有一段头发 一眨眼 阿妍又出现了 新幼卫门正要举刀 阿妍又消失了 新幼卫门非常惊恐 最后跑到了大光头家里 让大光头关好门窗 不要出去 门还没关好 阿妍就又出现了 新幼卫门上去给了阿妍一刀 结果捅死的人变成了大光头 惊慌失措的新幼卫门继续逃窜 就在这时新幼卫门遇见了 正在吃宵夜的 营养师道三 道三一眼 便能看出新幼卫门被亡灵产生 于是就把新幼卫门带回了家 并在家里布下结界 道三再三叮嘱新幼卫门 无论如何 不能离开这间屋子 无言时分 阿妍的鬼火还是找了过来 阿妍在门外 不停地呼喊着丈夫的名字 让丈夫开门相见 新幼卫门受不了了 提着刀跑了出去 道三见状 也跟着追了上去 寻找一圈后 道三遇见了 现出原形的阿妍 道三开导着阿妍 为了那个渣男不值得 你还是忘记他吧 只有放下心中的执念 你才能得到解脱 没等道三说完 阿妍就消失了 随后新幼卫门 跑到了伊藤大人的家里 但阿妍的呼唤声 依旧缠绕耳畔 于是新幼卫门拔刀 一顿瞎砍 最后把伊藤大人 和他的小妾都砍死了 手下们听到动静后 开始疯狂的围堵新幼卫门 走投无路的新幼卫门 最终选择了自杀 影片结尾 阿妍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 然后带着新幼卫门的灵魂 一起离开了 看来阿妍 还是放不下自己的丈夫 死呢也要和丈夫在一起 故事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 与你简优 下次再见 by bwd6